很多话有都反映过杜菌花比较难养 因为这个杜菌花动不动就会出现掉叶黄叶 或者是不生长 即使养杜菌花 我们只要把握好两个问题就可以了 第一个就是土养问题 土养一定要疏松透气 因为杜菌花它是属于浅根植物 我们这个土养不疏松不透气 比较容易积水烂根 还有呢就是施肥比较容易出现肥害烂根的问题 因为这些根系它都在上面 所以说呢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为了解决这个土养疏松 还有不烧根的问题 可以给它用这种维生物菌剂 这种维生物菌剂呢 它属于维生物菌肥 它不会烧根不会肥害 而且呢它又可以混在土里面 让这个土养疏松透气 因为在维生物作用下呢 它可以活跃这个土养 让这个土养呢不容易产生缓节 浇水更加容易浇透 同时它又可以分解土养中的有机制 让这个土养变得更加肥沃 第二个呢就是养护环境要适当的通风 如果通风不好 那么也是会影响这个叶片容易出现掉叶的 当然呢我们不能经常喷水 因为这个杜泉花叶片有毛 如果经常喷水的话呢 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叶片生长 那么我们了解了它的这个生长特性之后 养护起来就会更加轻松了 好了我们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